大家好 歡迎收看GiBi說房 現在位於的地方是村木車站 那這個是南海本縣 南海本縣到機場跟到市區南坡車站都是很方便的 因為一條直線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房子的內部 首先這邊可以停一台車子 然後二樓有個陽台 那一樓有一台車 那這邊旁邊這裡呢 可以停腳踏車 這邊可以停放腳踏車 然後這裡有信箱 好我們進來看一下 這邊呢是玄關的部分 那玄關這裡他沒有擺那個鞋櫃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去買一個大的鞋櫃放在這邊 然後我們這邊就當作出入口 然後這邊擺鞋櫃 那在這邊換鞋子 我覺得是不錯的 那進來之後 因為這間呢他比較暗一點喔 因為沒有燈 打開來之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採光 其實他這個門呢也是可以打開 但他打開之後也是透光 因為外面是大馬路 所以打開之後他其實也是透光的 那這邊呢都是和式 所以他和式呢 他的這種裝飾啊 也都是用比較和式的一種電燈的造型 好 這是六鐵 啊 對六鐵 好 那這裡呢是 一個這種 樓梯間 然後在這邊做了一個 這個櫥櫃 的部分 這邊做了一個櫥櫃的部分 那等於是 善於利用了這個樓梯間 那 接下來這裡呢 有一間是廁所 廁所在這裡 那這一間還不錯喔 這間他只有兩層樓 但是他裝設了兩間廁所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有的三層樓 他還是只有一間廁所 那他兩層樓就裝了兩間 其實 在設計上呢 他們是有多做一些考慮的 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那這裡的話呢 是一個客廳 客廳其實也是蠻大的 那這個客廳有多大呢 這個客廳是 有13鐵這麼大 然後他的採光都非常好 因為都沒有開燈 那這邊就是 冷氣都幫你拆掉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裝新的冷氣 才不用跟人家共用冷氣 那上面這裡也是 裝一個燈 那這個燈都富有造型 那這邊是廚房的部分 他們當初不是用系統廚房喔 剛好你可以把這廚房整個拆掉 然後再弄一個新的 大概便宜的是一百萬左右 基本上不到一百萬啦 你如果真的要便宜的話 七十萬 是可以弄好的 但是如果你想要再裝好一點的 那可能就是要到一百萬 那我們就是抓一百萬 多抓 這邊有個檯子 然後外面這邊呢 是有一個 類似 後花園的感覺 你可以在這裡種種花草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到二樓去吧 這邊呢是 衛浴的部分 那 這個洗手台我認為也是可以把它換掉 換這個洗手台便宜的話大概是十萬 而且就可以換非常好的 那你便宜的話六七萬是有 那換好一點的 你就是用個十萬把它換稍微好一點 那更好的也是會更貴 這邊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可以直接去做使用 那如果說要換的話呢 這個地方要換也是差不多一百萬左右 好 我們上二樓 那這個樓梯呢 真的是非常的不懂 跟台灣的樓梯很像 這個樓梯應該是 這個房子裡面我最喜歡的部分 那上來之後有三間房間 光線都很亮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優點 那這種壁紙是比較老式的 你可以自己去貼這個壁紙 但地板貼 壁紙也是可以換 那壁紙自己買的話 一卷十公尺的話 我印象中沒有錯 應該是三千 三千六百塊日幣吧 如果自己會貼的話 可以把它貼一貼 那我地板貼買多少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地板貼其實還蠻貴的 可是如果想要把它變漂亮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去買 那個把它貼一貼 會變得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這裡還有一間廁所 廁所都還蠻漂亮的 然後這裡也是 一間陽室 然後都有這種櫥櫃 可以打開來使用 然後這裡有個小的平台 可以把一些東西裝飾 那這邊對出去也是陽台 那它陽台我們從這邊過去就可以了 是一樣的陽台 這邊是核式 那這邊可以擺東西 這邊應該是擺茶几啦 擺個小茶几在這邊泡茶 那這邊 電視孔是在那邊 那就看大家要怎麼擺 這樣子 空間桿 也是六鐵 這邊窗戶 打一面 把一面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窗戶打開對出去是對樓下的 所以它其實 因為都沒有被房子擋到 所以其實視野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這邊其實視野也是很不錯 這邊是陽台 所以打開之後 整個家就會變得非常的明亮 它每一間的採光都不錯 就是看你要不要把你的窗戶打開 那出來之後這個陽台還蠻大的 那出來之後這個陽台還蠻大的 所以你晚上如果在這邊 洗衣服曬衣服 因為剛好對面它不是住家 你不會吵到別人 好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那關於價格啊 地點啊 等等的大小啊 我都會直接寫在 現在的這個畫面上 那大家就參考一下 然後看看 這個價格合不合理 喜不喜歡 有任何問題呢 在聯絡我們的粉絲團 或直接私訊我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囉 謝謝